按照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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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交易所一种非常粗暴的语言 非常粗暴的语言 回应了港交所的要求 说你不是要买我吗 用词很粗暴 就是说这个时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 我们都要拒绝你的收购 这个是很罕见的 他為什麼會比較粗暴的人回應呢 英國人一般他說話文章都比較含蓄 他會照顧您的面子 今天這個姓非常的例外 就是用非常直摔的方法 就是點名一個李小佳 一個是年教所 另外的一個叫查史美人 所以裡頭不但跟李明說我拒絕你這個收購 而且就是說你這個收購的行為不道德 你為什麼還沒有正式公佈以前 你就自己向香港三方面全世界放出這個消息 讓你這個港交所的股票炒上去 炒了一陣子 意思就是說你不老實 你自己收購的地方自己在做內幕交易 這個是違反這個股票市場的交易倫理的 這個是第一 第二他跟你說白了 你現在收購我提出來的戰略條件我不需要 你要做什麼人民幣 按結算中心我寧願跟上海那邊來做 你提出來這個價格即使出現了兩成的溢價 就是說貴了多給我錢我不要 而且你這麼一鬧 你這個讓我們這兩天倫敦交易所 很多這個交易出現了混亂 那意思就是說你林小潔家明明是留學美國的 而且是美國的那些大行 如果我沒記錯應該是Morgan Stanley幹過活的 是海龜派 你是受洋教育的 為什麼這些程序你沒做好 意思就是說為什麼你這個吃相這麼難看 而英國人開這個信 出來非常的不客氣 我聯繫到幾個星期以前 李小潔家對於這個法戰中他說了一番 非常合理而且很開放的話 就是說也是跟李嘉誠的意思差不多 你要體諒一下學生 要了解他們因為這個深層次矛盾 我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李主席這番話 是跟這個收購的行為 還是有點關係 說給英國人聽的 但是很可惜也沒有成功 所以這個港交所他現在13個董事裡頭 已經有至少有6個是中國大陸的人 英國人的眼中你不純粹是個香港的產業 英國人不笨臉 他知道你後面有支什麼手的 在那裡操縱的 那麼為什麼你香港交所收購的 他收購的這麼粗暴呢 這個就沾染了一些財大氣粗的習氣 加上最近這幾年我身邊老的人 很多人說英國完蛋的啦 現在是輪到我們中國的啦 英國現在什麼日不落國 他屁都不是啦 再加上他脫歐 這個錢不扒穿後不著電 他以後的英鎊有得跌的啦 他現在總是要飯的啦 英國這幾年給中國人的這個形象 很不幸就是那種什麼都可以賣的 你看國家主席來可以啊 給你那麼六百億七百億英鎊訂單 可以交換到駐白金漢宮一個晚上 而且可以坐金馬車 英國人笑嘻嘻的 好啊你要買這個你給錢 你想這麼想來參觀白金漢宮 好啊你來你來 那到底這裡頭誰做了冤大頭呢 這個是有目共睹 但是英國人給中國的一個印象 就是好像他什麼都肯賣 現在我沒錢 我現在求爺爺告奶奶你拿這個錢來 我褲子都可以脫下來 那麼英國這十幾年這種作風 我認為它是有主要責任的 是的 他應該了解中國人對英國 從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圓以來的 那種非常特殊的愛恨 跟這種從洋 跟那種仇洋的複雜的情意見 可能他知道可能就耍了中國一把 這欲情先重 在中國人面前 在中國的資金面前他裝孫子 那沒想到那麼港交所信以為真 以為現在英國機不擇食 所以好我就在你臉面前砸鈔票 而且你要多少三千億 我再給你兩成 沒想到這個交易砸掉了 倫敦教育所的歷史有450年 論這個廉資英國人發明 而且翻雲覆雨玩的這個股票證券的遊戲 他開始玩的時候 應該中國的這個大清國 那個魯爾哈赤還呆在滿洲 飛雪連天射白露 他的心裡是看不起你的 現在想不到你打這個大追這個鈔票 想收購你的爺爺 他這可能就是有一點的不屑的 不過這個也很難說 這個你知道吧 最近這種國家行為或者是那種土豪的行為 沾染了一股這種無精戰狼的風格 反正我有錢一帶一路從裡頭一直砸出去 然後看見兩邊這種第三世界這種有長土豪 土豪的什麼什麼總統全這兩邊跪著三呼萬歲 伸出手來 手來要你的錢 這過癮啊 300年來從來沒有享受過這麼高的民族 這個光榮感從來沒有享受過 這個確實也是一種可以值得理解的 或者是同情的對不對 你問我陶傑有沒有這麼激動 我沒有 那可能我對那個什麼民族屈辱史啊 我這個感情沒有這麼投入 但是有很多我看到民企啊 或者特別愛國的這個富豪 拿這個錢到了外面花費啊 這個大媽啊買這個名牌啊 哎那副家我要這個我要那個 然後就明明這個一氣指使啊 我就知道後面是一股非常強大的 義和團式的愛國激情啊 讓他們表現出這麼吐氣揚眉 這樣的這樣的這樣的氣派啊 要我你問我陶傑我做不到 我要檢討我要檢討我沒有那個激情 我沒那個激情啊 這是我的問題 所以我這冷眼旁觀這一次這個港教所啊 就被倫敦教育所這封信狠狠的羞辱了一番 哎呀我感到羞辱了一番 這個以由英國人來說很少見 很漢賤 是啊是啊 所以我早上一看到了這個東西 我很吃驚 這不是英國人的嘲諷 可見他們真的生氣了 英國人生氣呢 他很能忍的啊 所以呢這個 當時就以為這個是個好消息 對不對 我們香港可以跟倫敦殖民地 可以跟一個前宗主 我把他把你一口吃下了 準備這個如果收購成功也會大肆宣揚一番的啦 可能這個很可惜 這個功虧一貴啊 希望下次再有這種行為的時候 能夠吸收教訓啊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時候那個尊嚴跟尊敬 不是能用錢買回來的 是要看一些修養跟內涵的啊 這個西方的文化是這個樣子啊 不信不信他是這個樣子 過去一個星期啊 這個對香港發生的事情啊 就是特別感動人的就是香港的歌曲 香港的歌現在是這個 今天我跟我們的同事還在講 哎能不能用國語把它唱出來 說那個味道啊只有 這個這個 粵語才有那種感受 您學會唱了嗎 我沒有沒有沒有 我這個歌我聽了一兩遍 我聽了一兩遍 我可能我跟年輕人有代工 我還沒有那麼投入 或是說我以前聽這一類的歌聽的多了 法國的馬賽曲啊 義勇軍進行曲啊 什麼黃河歇奏曲啊 這個在節奏跟激情方面都比現在香港的這個要澎湃一點 當然這個也是我手寫我口 他們寫出的現在時代的這個 香港這些人的真正的感情跟感受 所以這一首歌是在音樂史上將來會留名的 嗯 8月15中秋之夜有很多香港人先跑到獅子山的山頂啊 然後用這些光管砌出了這個英文呢 叫這個釋放香港啊 free Hong Kong 這樣的字眼 當然現在的暴力的成分 或者是衝突的成分 這兩天相對的減少了 這個也是好事 因為911 911 香港年輕人覺得這個是美國的國難日 我們也要也得要和平和紀念 那當然這種態度聽著大陸很多愛國的人士 這個耳朵裡頭是不是什麼滋味啊 但是這種抗爭的方式跟意識啊 也說明了香港人跟大陸十三一通報啊 在思想距離上是越來越遠啊 這個走上一條真正是不歸路的 是啊 不一定是香港獨立不一定 但是這個要明心重新呢 要歸向祖國 要比五年前十年前更困難得多 到底是為什麼呢 這得要問香港的殖民地時代 我們香港人上一代的人 從來沒有反中共的 不能說沒有反中共 是沒有反中國的 對 我看到很多中華民國的移民跑到這來 這個國軍的將領啊或者是文人啊 他們對中國文化三千年的熱情啊 我小時候在小學中學的國文老師啊 就像胡時之翻譯的那個都德那個故事 最後一刻裡頭那個普發戰爭裡頭的那個法國的語文的教師一樣 所以那個是有這種亡國之痛 那種那種北望王思又一年 移民內境胡承禮 北望王思又一年 我們那個書課本裡頭 都讀最後一刻跟滷油的這首詩 都知道對中國這個 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跟著三千年的歷史 都有感情 讀中國的文學 從詩經楚詩 一直到唐詩頌詩 一直到這個現代文學 都知道這是我們的鮮血呢 留下來作品 但是你跟現在香港的一些 全無興趣 什麼徐志摩啦 梁啟超裸信呢 一概不讀 所以你們看他們那個寫著 這個牆上那個標語 那個字體歪歪寫寫 很幼稚 因為他們十年來也沒有拿起筆 拿起筆來寫字 都是電腦打字的 所以這個是網絡新的一代 新的問題 新的性質的衝突 但是對共產黨 對中共的那種不認同 跟那種冷漠和距離 再加上 中共在香港的一些代理人 像梁振英 林鄭月娥 或者是支持政府的這些人 他們那個言行的表現 那個品味的問題 讓香港的下一代 漸行漸軟 梁振英的這個理論 簡直到了一種 就是說 不可想像的地步 他今天說 國家的力量是可以殺人的 因為他這個人的性格是一種 就是說很冷峻的 他自己要是能選擇 我相信他會親自幹掉幾個人的 他的性格是有點跟 這個革命時代的 這個早年的康生啊 或者是幹掉顧順章 跟全家的人親的周恩來 有一點相像 這是一個 我不能說危險人物啊 那就是跟毛澤東啊 這個腦電波啊 最接近的一個香港的政治人物 這個很可怕呀 香港我們知道 除了北京對香港不了解 還有一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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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的地方 是香港自己的本地人 不動到北京去推動 在香港實行極組的政策 這個就是比北京還要極端 這是很可怕的 嗯 因為這個是一個文化的問題吧 今年 2019年9月1號 是納粹德國 展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這個劇目 那天呢 德軍的大局侵略波蘭 他在閃電佔領的波蘭以後 在波蘭、華沙和其他的地方 這個城鎮 首先就大舉搜捕 那個猶太人 當時呢 波蘭很多本地的人 那些鄉身父老 是主動跟納粹 這個通通報信 或者是一些波蘭人 他們這些街道上一些鄰居 他們說這個猶太人在這邊 猶太人在那邊 所以呢 這個在整個屠遊的這個歷史上 尤其是1939年下半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時候 這個德國佔領波蘭 在波蘭收捕猶太人的過程 波蘭人佔領 在扮演了什麼角色 這個是一個很敏感的話題 所以現任的這個波蘭總統叫杜達 他最近通過了一個這個法律 說不能在波蘭重提德國納粹 屠遊過程中波蘭人的角色 這個不能提 議題會犯刑事法 在香港你說這個長期是有這麼一幫人 70年代初期由於楊振寧訪問大陸 那個尼克松訪問大陸 一時之間中國人的尊嚴 再加上李小龍那個時候打了一個強心針 特別是香港大學那批是剛上一年級的 忽然覺得這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他們北望神州 國的覺得中國人的希望在北方 但是當時這個紅色中國強大的中共 那個時候是毛澤東江青張春橋 統這個意識形態這個統治的中國 梁振英是那一代的人 70年代初期他在香港練完了中學 然後到英國去讀書 70年代初期還有一個前香港財政司司長 那個梁振聰還有一個保釣烈士在1996年自己拿這個棋 跑到釣魚台去抗議 結果釣在海裡捏死的那個陳玉祥 我跟他很熟 他們也是這一代 全是香港大學那個時候參加北上參觀 那個學生團的 那個時候統戰做得很出色 帶他讓他們看人民公社啦 這個小學啦 會見這個白卷英雄張鐵申啊 有北大清華的教授 跟他們講現在毛主席領導的教育革命 搞的是什麼東西啦 然後怎麼樣在他們影熟 這個馬克思列寧的經典著作 把毛澤東四人幫那一套極左啊 那個教育路線跟那個整個中國的這個管制啊 講得非常浪漫 在參觀什麼針刺麻醉啦 還有那個什麼什麼吃腳醫生啊 他們覺得很新鮮 梁振英雖然沒有考進香港大學 但是他是那個年代的人 其實年代在香港自是青年 剛接觸到這個中國 就是接觸到四人幫那一套 所以那一套他們先進了那個腦子 形成了一種一種我不能說洗腦啊 意識形態就影響了 到了今天不只是梁振英 他那一代的很多那種 後來當然四人幫滅亡以後 他們當然沒有跟著去上山下山 也沒有真正的當了工農兵 後來因為他們在香港的香港大學畢業 他們也可以進銀行也可以去做生意 後來他們自己發財了 那自己發財了 你是不是想一想 你21歲去大陸看見毛澤東張春橋那一套 你是不是應該反省 那個是錯的呢 但是很奇怪 香港就是有這麼一代人 包括到最後的林鄭月娥 他們不會反省的 他們雖然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 在殖民地大學香港大學拿到學位 但是在那麼幾年北上大陸參觀人民公事 參觀白卷英雄跟他們座談以後 他們回來就帶著那個印象 帶著那個對紅色中國的那個幸福 跟那個所謂看見黃河長江萬里長城 然後是內眼中橫的那個對祖國大地的那種自然的感情結合起來 他分不出來 所以最近美國川普的總統說 我們要把中共跟中國分開 也要把中共跟中國人民 中國跟中國人民分開 美國人現在看著名堂 對於這些人像梁振英這種代表的人物 他是早年在殖民地時代的那種 那種經過這種極左的意識形態 那種衝擊留下來的一種信仰 這個信仰到底有多深我不知道 但是他這種人是一種兩面人 兩面人他現在不得已 他那個紅色的那個底層的基因 那個記憶會浮上來 到了過幾年如果讓他當特首 他不會那麼做 我舉個例子 他當特首的時候 國民教育他要推行 結果惹出了12萬人大遊行 結果他一看勢頭部隊 他把他撤回了 要是他極左的話 他應該這個是國民教育 天經地義 我不管你有200萬人示威 我就推到底 梁振英反而沒有 他現在是不是跟這個林鄭月娥搗亂了 當然 香港的這個官場裡頭 哥哥都這麼認為 他沒有一句話挺過這個小師妹的 這個這個林鄭月娥搗亂了 這個這個林鄭月娥當了特首以後 跟這個前任特首啊 在酒會上都沒有什麼這個眼神交集 這個是公開的秘密 這個反正是中國人的政治觀察 都是這個德性 所以梁振英是一個性格心理非常複雜的人物 複雜的程度我可以說 連中共都不一定徹底了解 他是個很聰明的人 我認為他是個智商非常高的人 是這句話